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在这座生活节奏快速的繁华都市 仍保留了一些宝贵的中国传统记忆 比如吹唐人 捏面人 皮影戏 唐画等 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唯妙唯笑的谈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画起源于成都 相传唐代四川诗人陈子昂在家乡时很喜欢吃黄糖 不过他的吃法却与众不同 一代才子首先会将糖融化 在清洁光滑的桌面上 倒注成各种小动物及各种花卉图案 待凝固后拿在手上一面闪玩一面食用 自觉雅趣脱俗 后来陈子昂到京城长安游学求官 因初到京师人地两生 只做了一个小例 闲暇无事便用从家乡带去的黄糖如法炮制 一度闲暇 一天陈子昂正在赏完自己的作品 谁知宫中太监带着小太子路过 小太子看见陈子昂手中的小动物便吵着药 太监问明这些小动物是用糖做的时便要了几个给太子 欢欢喜喜回宫去了 谁知回宫后 小太子将糖吃完了哭着吵着还要 惊动了皇上 太监只好上前如实回禀 皇上听完圆尾立即下诏宣陈子昂进宫 并要他当场表演 陈子昂便将带去的黄糖融化 在光洁的桌面上倒了一枚铜钱 用一支竹筷粘上送到小太子手中 小太子立即破题微笑 皇上心中一高兴脱口说出糖饼两字 这就是糖饼这一名称的由来 后来陈子昂解一归礼后 为了纪念皇上的恩欲 同时也因闲居无聊 便收了几个徒弟传授慈祭 这些徒弟又传徒弟 并将他传向四方 有的干脆以此为业 走街串巷做起糖饼生意来 这糖饼生意虽小 但他曾得到皇上的赏识 所以生意十分兴隆 学的人越来越多 并代代相传 这一记忆就从此流传下来 一大早 陈师傅就从离家两小时车程的农贸市场 拉回用于制作糖化的云南梗马白糖 陈师傅名为崇良刚 1958年出生于糖化世家 八九岁时随父亲陈金山学艺 十多岁就开始在成都青石桥摆摊 现为景江区民间糖化艺术协会副主席 作为陈家糖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 四十多个春秋都在坚守糖化事业 如今的陈师傅已经不在外出摆摊 除了四处表演交流外 闲暇之余都会待在家里钻研新的艺术作品 市场上的锅上的锅子 市场上的锅子 这锅子出来的锅子 最后一定会不会再做到外套 这锅子上的锅子 火锅肉 口水 零 我曉得是,我曉得是我服了。我服你,就要曉得。 你曉得是服力,曉得是服力。 因为他的横量很高, 有小徒的原来,有小徒的小徒,打国贵,我扶你一百个。 打国贵,你要抓人家的,打国贵, 今天你饭吃的时候,来个服,你全都吃。 食物不说不发,你就说,就要曉得是服力给制作。 你都不能吃你怎么能够卖个屁股 所以原来的人学徒离到现在说 不是这么简单 我质量的要求都吃比较严厉 量起嘛 你量起 走在人里面 你多的时候要用多烤多 你多了不少就要扶 嗯 你大概要把它量好久了 量过几分钟嘛 几分钟它量到过后 就把它敲起来敲起来过后 一马上就可以提起来倒了 嗯 你如果不量起来 对了也对的话 待会儿就要放 嗯 那这盘看起来是 嗯 嗯 看起来要用的时候 啥子就用好多 嗯 就把烤好多烤好多在锅里 烤好多烤好多在锅里 我是从幼儿就开始 幼儿我父亲的时候到处摆堂的时候 啥子我就给他一路去 就去那时候我读书的时候都十岁才读书 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就跟了我父亲去 就去那站牵牵 抓来跟他想嘛 那种我都没有人带 因为我父亲抓来就把你带一带 我就跟他回去 跟他去那站牵牵 去帮他那个 有时候收到摊摊 该收到摊摊 收到摊摊去 摆摊摊过后来 咱子过来 我父亲就说的 他就专专专专门 摆摊摊摊摊摊摊 摆摊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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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 摊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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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们的杂质到水 它刺起又甜又脆 红炭不是不好 红炭好还是好 关键现在红炭是要有点炒过的味道 咸的时候它年糕脆 有头颜 刺起瓦刺就有酸干又炒过 现在红炭是要有点炒过的味道 所想该有别的 两嘛 我们再过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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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我们学了一些不够 还得像一些老年人心 生讨 去念旧 去挖掘 有时候当时爱咱们 他还在不对爱的说事 要是要 像那些老年人心 吃的都我做不到的 我才想要求师 拜师求你 所以我们一直就开始 我对他谈话也好 啥子也好 就觉得我们父亲 爷爷串家里 所以我一直就要把他保留下来 我一直要说 想想那些这一辈子 反正说我啥子声音都不说 对这个传统的东西 都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了 肯定是能够掩护了一家人 所以我就一直把他寄生下去 这些年代的时候呢 就像在登回呀 回忆不难去呀 包括这些什么房地产 搞什么重大的开幕式 这些活动的东西 都要请我们去搞这些 所向的谈话的发展呢 在这个国家政府 都到处支持 到处的扶持下来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明年女生 我觉得也是坚持在队 我总是走对了的 因为原来想到你是北汤 不敢想到登上了大压子 还可走到了北京啊 这些见到中央领导那些 去一整四整 还没有好多还没 中央领导那些 现在没去接见过 没站在队过来 没去吃过饭的 所以我还在那地方去 根本也去吃过饭 我感到无声的荣誉 说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今天是啥 我想到要来拆架这个文化街 你来这就是华阳州明年艺术 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北汤中央领导那些 因为我都是第三代传人 我就看这个出生园 又看有老人 又新鲜 觉得你到他们不说 到人家看到外团 这么多重视 你看会几多人 我觉得这个手里 还可以再好 又好奇又好耍 我觉得 上我读书 我就读书的时候 我就想 诶 读书读不了 反正他说 进来到他们那儿是可以 结果我读书没读 读了才读了 接近在初中一年就读了 不就没读了 就撒回来 就开始就开始就得 接触这个 就成都大小路 到处摆摊这些 就出生意 就跟他 好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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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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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还要逃走啊 好奇董 我要个鸡 那个是 我那个 他这个鸡 你的鸡啊 你看 这个是鸡 这是鸡 这是鸡饭 鸡鸡 鸡鸡都差不快你要的 嗯 我把鸡 我也 好奇董 来 就是这么好 哇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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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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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 帮我帮她 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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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姨姨 你给你拿 走 无论何时何地 陈师傅的谈话小摊前 总是围满了小孩和络绎不绝的人群 大家都目不转睛地 看着陈师傅以勺为笔 以唐为墨 在眨眼间完成一幅又一幅的谈话 有点很高 可以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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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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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好吃可以来 我来 吃点的蛋 好吃 好吃 來 搶個 你搶個嗎 你搶的不得了 不得了嗎 不得了 不得了 你吃這個我畫一下 有意好 來囉來那吃 搶個來 好吃可以 好吃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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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們拍了 他們拍了 比自己拿你的人太開心 開心開心 我覺得 當然也有人來 你就開心 要這麼多人吃 你就不開心了 所以有人來關顧你的東西 就不關那個人 就證明了這個的意思 說到傳統有這麼多年 到現在可能還是 還可以做技巧的發炎 發炎的水 明年就可以發炎下去 拍了嗎 現在就 現在就看我們撕哪兒了 多嗎 你撒了呢 這個就可以撕 這個撕出 好了 撕了 撕下 來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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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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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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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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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在上面有一個小的裝飾 小的 在家裡 這好小燈哦 前頭圈你到小燕倒 把槍槍掉到你 我到底幫我頭畫呢 你倒個球圈 你倒個眼睛就這樣 你眼睛就這樣 你眼睛就這樣 好燙 開著 開著 我一看 好啊 倒個小燕就好在這 真的 要用太小燕 這味道 大部分都來 這味道 你剪著一剪 剪著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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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不好吃 让我帮你抄 肯定都是苦的 苦的都是苦呀 因为我现在的生物是 贵家的那个谈话的 非无种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 但是我就要把它 传承人就传承到 或者有外人的学历 我几点吧就好 但是另外我的儿 我的儿跟孙儿那些 我一定在我有生之年 要把我的一切东西交给他 就好 就好 我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有了像陈师傅这辈民间艺人的坚持 唐话才得以流传至今 让如今的我们还能领略到甜的艺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